我們邀請次長 請徐次長 你好 原定議程是NGO相關 我想我們有準備了一些東西想請問次長 因為我們知道台灣在中國的壓力之下 很多會議都沒有辦法參加 掛國旗到底對推廣外交是好是壞 這個是大家都長期討論的事情 那當然我們最重要的目標還是以一個正常國家的身份 來參與國際的會議與組織 那除了官方持續在爭取之外 我們也會透過民間友好的力量 來抵抗所謂中國的大外宣跟中國的滲透 我們稱為這個叫逆滲透的工程 包含讓一些民間的友好團體 包含我自己去過亞特蘭大的人權博物館 他們在這個自由國家的地圖上 把中國畫了一個大大的黑色 表示這個地方不自由 也透過這樣子的手段讓大家知道 中國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 那台灣又跟中國又有什麼不一樣的區別 但是在NGO的推展上我想先請教一下 你知道我的選區裡面有一個跟今天主題 非常切合的地點 你知道地點在哪裡嗎 不知道 我們在霧峰的這個光復新村 有一個這個INGO的中心 是由台中市政府來做管理跟空間提供 由外交部負責招攬國際的NGO組織來到這裡運營跟進駐 那麼當時成立的時候呢 他們我們說外交部有一段發言 是說期盼未來吸引民主人權災害人道救援 永續發展公衛醫療及社會福利 在這邊進駐的重要聚落與交流平台 那請問外交部知不知道 現在在這個地方駐點的單位有哪些 這是全國唯一一個喔 鮑文現在我的印象中大概有五六個左右 包括德國救難權 還有我們台中的這個救難權協會 還有亞洲 國際外交協會亞洲分會 那還有幾個就是我們local組織 好下一頁 這個大概是現在目前進駐的這一些這個組織喔 包含剛剛提到的救難權 那我們這個台中市消防局也在那邊成立了一個中權協會 這個意思就是這種交流性質的 以及這個民間NGO的這個組織非常的多也踴躍 但是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你看進駐時間的右半邊 也就是這個合約終止時間 大部分坐落在去年 民國109年的年底 那我想請問一下 請問我們外交部有沒有掌握 就是未來這一些組織會持續進駐呢 還是我們會招攬新的呢 還是現在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原因是因為今年年初的時候 說盧秀英市府提出廢止 台中市政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推動委員會 我無意評論這件事好或壞 我想說外交部針對這樣子的計畫 有什麼樣的立場或看法 報告委員 其實台中市政府啊 他在年初的時候有曾經召開一個會議 那決定這個INGO中心未來的發展 那就我們所知道 目前啊他是計畫維持現有的規模 但是啊因為經費的原因啊 他沒有辦法再擴大來經營 OK了解 那我想講一下齁 就是如果我們這個地方 沒有辦法再擴大或者是繼續運營的話 我們關於這樣子的中心 我們是就放著了嗎 還是未來有其他要再找地方 或是其他的想法 呃包委員 其實這個INGO中心啊 其實是台中市政府啊 他的這個 等於是他的管轄啦 那外交部是基於一個協助的立場而已 對 對 那 嗯 好 我理解了 我想講的事情是這樣齁 像這個 你知道香港有一些無國界的醫生 他們的辦公室NGO組織在香港 然後包含一些工 呃這一次台灣在公衛議題上的專業表現齁 也有其實坦白講 有蠻多國際的組織會希望能夠來台灣 那如果我們不能夠主動提供這樣子的一個場館或地點的話 呃我想 我們去要求各地的政府去做這件事情 坦白講 就會遇到現在的狀況 他說經費不夠就不辦啊 或者是 呃有其他的狀況 或者是政策的改變 怎麼會由地方政府來決定外交事務是否要繼續推展呢 所以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尤其是在這一次包含民主人權組織在香港遭受打壓的時候 其實是一波很好的 這個 轉移 辦公地點的計畫 但是我們台灣並沒有準備好要接收這樣子的組織 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尤其是在亞洲或者是說華人事件裡面 他們都期盼要有一個建立所謂自由中國的基地啊 那這個可能請外交部 再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繼續推展這個計畫 那另外呢 那在今天外交部的解凍案裡面有提到說 IMGO的相關業務主要是包含 鼓勵參選重要幹部爭取 在台舉辦年會大型活動以及參與國際合作計畫 那我特別想要問說 我們如果想要鼓勵台人去這個 擔任IMGO的重要幹部的話 我們有沒有具體的推展計畫 怎麼協助他們或者是說最近有誰 因為外交部的協助去擔任IMGO的重要幹部 包吻其實有兩個例子是可以提出來跟委員報告 一個是台灣醫師會的理事邱太元邱委員 已經當選為世界醫師會的理事會的成員 另外一個就是在我們協助之下 世界醫學生聯合會的這個李柏錦會長已經當選了 另外WHO旗下正式組織國際醫療資訊協會 有一位叫李永專的 他是當這個協會主席 我要講的事情是我們有沒有計畫性 比如說這三個是成功的案例嘛 那或許我們可以把它歸類說 你們這樣做是對的 那但是呢有一些或許有機會 但需要投入資源如何幫他宣傳加大這個力道 我們把它歸類在第二個有機會 那還有呢就是坦白講 這個在這邊沒有忘了 可能這個不想要讓我們在裡面的人 力量太強大或者是我們根本不在的 是否能夠將這些國際組織分成三個類型 類似我們交通的耗製紅綠燈一樣 來安排如何投注資源以及協助目標計畫 讓他們能夠真正落實我們說的 讓國人讓台人可以進入這些組織當幹部 是不是能夠請外交部大概提供這個計畫的相關報告 因為我們真的蠻在意這件事情 好 謝謝委員的指教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案 而且實際上我們在某些領域已經開始規劃了 我們會給委員提供這樣一個報告 好的 謝謝你 另外在這一次的專案報告中 外交部有列舉近幾年來補助我國NGO 到外國參加國際會議或活動的例子 但是我們在參加一些組織的時候 我們即便拿著正式文件的 不管是身份證明包含護照等等 或者是NGO組織文件 但無法進入該會議的會場 甚至是會因為這個部分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掌控聯合國金社會 聯合國的金社會啊然後不讓我們進去 那我們有沒有掌握到相關的這個消息 應該說包含抗議包含不讓我們進入封殺打壓 甚至是驅逐這些事情 報偉我們有充分掌握到相關的問題 能不能具體講出大概有幾個例子或多少人 大概規模怎麼樣 常常遇到一般遇到沒有遇到 其實偶爾會有民眾有反應 有遭到阻撓的問題 那我們也持續聯合零零相近的國家 在幕後幫我們再進洽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找出一個妥適的解決之道 外交部當初我們在推廣不管NGO的發展或什麼 都是希望透過迴避掉我們的身份 或者是國家來進行國際的這個外交 但是如果已經要迴避了 然後還是因為國家的關係被阻擋 我希望說能夠具體的提出未來的改善計畫 或者是我們線下的處理模式 可以要求你們提供相關的 在NGO參與國際會議遭阻撓或刁難的情形 的相關書面報告給我好嗎 是 好 以上就是3Q 謝謝 加油